宰相府千金鹿美美 头顶红艳艳的花朵 配上一袭黑纱裙 优雅中不识舞媚 在大殿献舞 只见她轻疏长袖 郊区随着旋转 眼神娇媚 肌肤如雪 一头黑发飘扬在空中 舞姿十分曼妙 随着音乐旋律的加快 她直接把裙摆撕下 露出了一双大长腿 不停地扭动着腰肢 让在场的夜王看傻了眼 眼神一刻不曾从她身上离开 一曲结束后 皇上兴奋地鼓着掌 将美美夸得天花乱坠 她看着桌前的菊花 想起坊间对皇帝夜王的断袖传言 便把美美许配给她当王妃 夜王立刻起身感谢皇上 因为她一眼就看上了 眼前这个古灵精怪的美美 美美内心却并不开心 原来美美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千金 只是在现代玩一款游戏时 意外穿越到了几百年前 当美美再次醒来时 躺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坊间 眼前还出现了一位帅气的白衣男子 她立刻就被男子的美貌吸引 谁知白衣男子却要将美美送走 把她带到了圣经 结果在这时 人群中一个叫小红的丫鬟 拿着一幅画在卖身寻拙 美美也上前看热闹 怎料小红见到她就扑了上去 还说美美是宰相的千金 要带她回府 美美一听自己的人设 竟是附加千金 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后白衣男子给的地区 一串精美的手串便消失了 美美跟随着小红回府 路上与一群哭泣的美女擦肩而过 就打算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她也不问事情的原委 就和群众口中的傅心汉搏斗 这时夜网出现了 美美刚好扑在了她的怀里 四目相对后 美美又被美色吸引 荒乱中将夜网的衣服撕破 露出了她剑术的胸肌 摔在地上的美美开始浮想连篇 一旁的傅心汉剑装 赶快给自己的好机友 用丝绸遮盖上 并心灵手巧的 垫上了一朵大兰花 围观的群众还为她的手艺鼓起了掌 美美继续与傅心汉理论 一旁的绿衣女子却向她解释 此人是京城首富的儿子江城 她因为经常帮助穷人 才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是美美误会了 美美听后正要灰溜溜的逃跑 去被夜网叫住 眼见自己无法离开 美美就提议来场比赛 她赢了 夜网就必须放了自己 美美用聪慧的头脑 想出比瞪眼的主意 她认为古代人肯定都没玩过 于是就和夜网开启了 大眼灯小眼模式 时至第一局 美美就败下了阵 第二局开始 美美为了获胜 竟做起了鬼脸 但是没有丝毫效果 无奈之下 她只好踩了夜网一脚 趁机赶快逃跑 夜网看着另类的美美 竟对她产生了不一样的倾诉 美美偷偷溜回到宰相府 还没来得及见父亲 就想趁天黑出府游玩 刚走到后院 就见一俊男在露天沐浴 真是天大的福利 等她想再看一眼时 男子已将她 壁动在假山边 美美看着眼前 剑术的身体 正想摸一把 突然听到 侍卫夜巡的声音 男子立刻把美美 放进了浴桶里 然后装作洗澡 躲过了盘问 侍卫走后 美美还没开口说话 男子便向她道歉 还叫了声小姐 原来她是美美的 贴身侍卫修文 修文得知 美美要出府 就将她打晕 抱回了房间 等美美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小红催促她去给父亲请安 美美通过游戏的设定 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 精心打扮一番后 刚走进大堂 就不小心被地毯绊倒 直接给宰相父亲 行了个大礼 美美就这样躺在地上 把家中的人认了个遍 父亲让她坐在一边 然后告诉女儿们 皇上有意要从宰相府中 选一个女儿 嫁到王府 他们需要在皇上的寿宴献舞 二女儿听后 立刻举荐大姐美美 说自己是个吃货 登不了大雅之堂 三妹更是包着一盆花 不停地抛洒 装得跟个林黛玉一样 继母趁机登场 也推选美美参加 两个妹妹还哭了起来 心善的美美 见不得这样的场面 立刻走了出来 答应父亲去参加皇上的寿宴 很快就到了寿宴这天 美美与父亲乘着马车 来到了宫门口 她一身紫色滑腹 刚走出来 就见到官员们在比穷 胶子一个比一个破 衣服上也打了补丁 真是奇葩的场景 美美随着父亲来到了大殿 这时夜晚气雨喧昂的出场 美美无奈地召唤出系统军 换上了一身黑色性感华服 趁着她皮肤更加白皙 美美拼尽毕生所学 开始了精彩的表演 独特的舞蹈 让夜晚看得目不转睛 皇上见状立刻死婚 把美美许配给了夜晚 宴会结束后 美美在皇宫闲逛 却被黑人打晕 当她醒来时 四周都是火焰 浓烟使她再次昏迷 危机时刻夜晚冲进房间 不过危险将她救了出来 之后听到有人来的声音 她把误会便藏在了假身后 谁知美美醒来后 竟误以为是眼前的男人救了自己 就又泛起了花痴 夜晚粗意十足地走出来 却被美美误认为是放火的人 夜晚不解释 却凶狠地提醒男子 离自己王妃远点 说完就生气地离开了 美美回到家中 拿起火灾现场留下的荷包 认为肯定是凶手落下的 于是就女扮男装来到了花楼 偷偷地进入房间查看 她正要仔细翻找 又被第一花魁和江城发现 江城一下就识破了美美的身份 便提议让她竞选花魁 不然就把此事告诉宰相 这时夜晚忙着去宰相补送聘礼 但忙活了一阵却不见美美 她回想起在来的路上 遇见一奇怪的男子进了花楼 便怀疑是美美 于是也慌忙赶了过去 此时的美美被江城精心打扮一番 被迫登上了舞台 什么都不会的她竟唱起RAP 赢得台下观众的满堂喝彩 直接抢了第一花魁的名号 老宝让美美去陪天子一号的客人 江城猜出了这个金主的身份 让美美放心的去 谁知进门后发现 她要陪的客人是叶王 对时有些心虚想要逃跑 叶王生气的想要拉美美 把她带回宰相府 美美一个眼神给江城递去 让她拦住了叶王 自己趁机跑了出去 咱俩还没逃多远 就被一群侍卫追赶 晚分危机时白衣男出现 两三下就解决了事外 将美美带回家中 还温柔的把披风给她预寒 此日早晨美美刚醒来 叶王便出现在她的面前 看到其他男子的衣服 顿时粗意打发 愤怒地询问她男子的身份 美美如实回答是白衣男 也是她昨晚救了自己 但两人是清白大 让叶王不要误会 并表示只要叶王答应她的条件 就同意嫁给她 做她名义上的王妃 叶王看着眼前心爱的女子 内心有所不满 但还是答应了 之后将她拉上了马 中途美美趁着上厕所逃跑 口中还谩骂着叶王 突然从树林中窜出劫匪 她拿着刀指着美美 不得不说 这塑料道具做得太假了 傻傻的美美还以为 这是游戏考验 只要对上歌词就能离开 见劫匪并没把刀一开 美美只好告诉她 自己的夫君就在附近 劫匪却不停 直接粗鲁地撕开了她的衣服 发现美美不见的叶王 也及时地赶了过来 大声说自己是她的夫君 但是劫匪并不买账 叶王见状着急上前夺剑 被划破了手也不在意 一个灰身将刀架在劫匪伯中 劫匪吓得慌忙逃窜 白的肌肤 咽着口水提醒她把衣服穿好 美美看到叶王的手流血 便想给她包扎 叶王却逞强地说 自己平常都是以一体白 美美看着面前幼稚的叶王 竟有一丝丝心动 而叶王温柔地抱起美美 将她放在马上 两人同乘一匹马 回到宰相府后 直到把她抱进院里 才放开手 叶王走进去告诉宰相 希望成亲前 不要让美美出府 要保证她的安全 谁知宰相竟要用家法惩罚她 叶王还没来得及阻止 一桶水已经泼向了美美 叶王生气地指责宰相 一脸心疼地抱起美美 将她送回了房间 美美醒来之后 询问是谁送自己回的房间 小红告诉她 是叶王抱她上的床 美美却不相信 认为她不会这么好心 想起自己还没好好恋爱 便要嫁给叶王这样冷酷的男人 就决定要逃婚 她带上了银梁 背上小包袱 打算寻找出路 不料却撞上了世卫修文 爱慕美美的修文 想要帮助她 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心动不疑 于是与修文私定了终身 看来女人也是善变的 两人商量一番后 计划在大婚那天 趁着戒备松线 逃离出去一起浪迹天涯 很快便到了成婚这天 宰相府张登结财 好不热闹 美美假装伤心地 叮嘱父亲几句后 就在小红的搀扶下 上了花轿 迎亲队伍一路上悄悄打打 脚夫们奈着轻快的步伐 有节奏的向前移动 街道两旁 站满了围观的百姓 就在这时美美告诉小红 自己渴了命人去打水 修文得到命令 瞬间消失在人群 同时以黑衣人从房上跳下 侍卫立刻包围了她 美美趁机与小红换了衣服 黑衣人拉起穿着 丫鬟衣服的美美 骑上马逃离了现场 他们在临间小路奔驰 美美正在开心 自己获得自由时 一身黑衣的修文 却不幸中见 直接一命呜呼 美美伤心不已 于是选择自杀 因为她拥有主角光环 在游戏中有五次重生机会 便想利用游戏中的第二条命 重回到和小红换衣服之时 美美这次为了救修文的命 决定放弃逃婚 等到修文再次假扮黑衣人出现时 美美就护在她身前 让侍卫放了修文 自己伤心地扶着小红找酒喝 等美美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躺在了婚床上 还回想起自己并未与夜王拜堂成亲 而是喝醉后大闹了婚礼现场 正懊悔时夜王走了进来 美美直接说 我带你妈来了 不明所以的夜王听后 一脸疑惑地表示 她的家人都在外面 美美只好再次解释 自己身体不适 无法自好 夜王还没回答 一旁的嬷嬷就说 日子是算好的 即使不容错过 还不停地说着吉利话 撒着花生和红枣 夜王一脸尴尬地站在一旁 嬷嬷忙完这一切后 叮嘱夜王 不要忘记喝喝欢酒 便失去地离开了 房间里只剩下两人 夜王顺势坐在了床边 见美美一脸不愿的模样 就说自己不会动她 美美听后瞬间露出开心的表情 还想要霸展婚床 夜王健壮内心十分不快 却又不擅长表达自己的心意 只能省着闷气 蹲起旁边的喝欢酒喝了起来 一杯下动 夜王就浑身躁热 脸色通红 美美以为夜王是第一次在害羞 还嘲笑她没经历过事 夜王听后十分生气 便质问美美 是不是出自洞房 美美也不得瑟了 弱弱地回答是 此时夜王更加无法控制躁动的心 见心爱的女子就在眼前 便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 两人倒在了床上 房间里充满了暧昧的气息 随着心脏跳动的声音 夜王的眼神也迷离起来 美美却提醒夜王是酒精的作用 让她去地上做运动来消耗体力 但对于夜王来说 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夜王再次靠近美美 将她压在身下 深情地亲吻起来 谁知美美却被她的粗鲁 吓得哭了起来 夜王健壮内心十分不快 认为美美对自己没有一点爱意 一气之下 忍痛把她变为丫鬟 关在了柴房 之后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伤心 她将杯子捏碎 都没感觉到疼痛 想着就算美美不爱自己 也不能放她离开 随着早晨美美还没睡醒 就被嬷嬷叫起来 给夜王做早餐 府里的丫鬟见美美新婚之夜 被赶了出来 就认为她得罪了夜王 于是在她做早餐时 在一旁监督还不停地捣乱 侍卫看到这一幕 直接禀告给了夜王 夜王嘴上怒吼着不再管她 但脑子里却都是她的画面 丫鬟见没人阻止她们的行为 就更加变本家里的欺负美美 故意将她绊倒 导致她摔坏了夜王心爱的花瓶 嬷嬷知道事情的缘由后 便要遣散这些丫鬟 丫鬟立刻跪地求饶 美美见她们本质都不坏 就好心地求情 表示可以修补好花瓶 嬷嬷却不依不饶地说 留下可以 但要罚跪一个小时 于是美美带领着丫鬟跪在了院中 夜王知道后 就开始心疼自己的媳妇 认为嬷嬷处罚得太重了 但是嬷嬷是自己的奶娘 她也不能直面顶庄 于是命侍卫把小红和修文 带进了王府 自己则在屋里 挑着上好的药粉 给美美送去 美美见到小红和修文 十分开心 修文看见小美一身压魂的装扮 怕她受委屈 就再次提出带她离开 夜王刚好听到 顿时醋意十足 怒喝中烧 愤怒地说不允许她离开 美美大声地询问夜王 怎样才能放自己走 夜王见她执意要离开自己 红着眼眶说 坐满一个月丫鬟就可以 并且不能有任何人帮助她 美美不甘示弱地答应了 说干就干 她用竹片做成现代的衣装 快速地整理了所有的衣服 还将首饰做了分类 世卫把美美一天的精彩表现 告诉了夜王 夜王十分生气 她更在意美美 想不通为何美美 如此不愿和自己待在一起 于是故意让美美贴身伺候 此日早晨 美美打算用美味的寿司 征服夜王的胃 她端着精美的菜肴 来到夜王的房间 夜王没有看向美食 因为她注意到了美美受伤的时候 眼神透露着一丝担忧 但为了和她多待一会儿 便让美美为自己更衣 还故意把胳膊抬高 想要逗逗她 直至美美美直接给她抓痒痒 害得夜王没站稳 两人摔在了床上 美美的心脏狂跳 四目相对 火花四溅 美美急忙害羞地跑开 她回到院中 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洗衣服上 却没注意水盆里的一对 虎头鞋挂坠 没一会儿 她就被侍卫叫到房间 还没开口说话 夜王就对着她狠狠责骂 说她弄坏了自己的虎头挂坠 美美认为这是件小事 夜王却如此凶自己 于是生气地跑了出去 在厨房生着闷气 嬷嬷走过来向她解释 这是夜王母妃亲手制作的 虽然不贵重 但她却十分爱护 尤其是夜王母妃走后 她更是靠着虎头挂坠 赌物思人 因此并不是故意凶她的 而且夜王越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就越不会表达自己想法 希望美美可以多多包容 美美听后知道自己也有错 就将修裹好的虎头鞋挂坠 递给了夜王 夜王看着美美手上的针眼 担忧地询问伤势 美美回答已经不疼了 夜王看着虎头鞋变成机器猫 嘲笑道这还是老虎吗 美美靠近夜王大声说是猫 也暗指了夜王 说完便要离开 夜王见状赶快向她道歉 解开误会的两人 关系更进一步 夜王发现自己愈发不能放美美走 她看着窗外的身影 想要去抓住 最后却无奈地收了回来 这天宰相来到王府 想要看一下自己的宝贝女儿 美美慌忙让小红帮她找礼服换上 只见她一身华丽蓝服出场 让众人都看直了眼 只有夜王僵在那里 美美与父亲寒暄结束后 夜王生气地质问她 是否知道自己穿的谁的衣服 美美满不在乎地说不知道 夜王说是新皇赠予母妃的 美美听后还没来得及认错 夜王立刻愤怒地让她离开 不料美美却晕倒了 一旁的江城只好将美美安置在自己府中 夜王失魂落魄地坐在院中 想着自己与美美的过往种种 内心伤心不已 而美美醒来看到江城十分失落 认为自己是真的伤了夜王的心 她不会来找自己了 就失望地喝起了酒 到了晚上夜王实在放心不下美美 还是去找了她 一脸失落的美美 见到夜王出现感到十分惊喜 任由她将自己扶上了马 她口是心扉地抱怨夜王霸道 内心却像喝了蜜一样甜 夜王下马买了一束鲜花 递给了美美 此时的美美才明白 这就是自己要的爱情 便开心地接受了这个礼物 夜王向美美道歉 希望她能原谅自己 还坐起了马桶 拿着美美逛起了街 满足她的一切购买需求 最后还温柔地拉近美美 将她带到了客栈的最高处 霸道地向她表达爱意 直接亲了上去 美美热烈地回应起来 在月光的照耀下 画面是如此的甜蜜 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们 经历这么多事 两人终于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他们能否一直甜蜜下去 关注巴凉 下集更精彩